金融市长林又昌立法人蔡世音与当地里长陈青池及市议员林敏勋市走了一段自行车道 这条从阮江桥沿着新龙街到地内吊桥段的自行车道工程 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5% 由于这一段没有路廊需踩悬壁施工法 透过金融河畔串街车道施工难度高 不过却也保留了金融河湖靴地形等优美自然景观 未来渴望成为北台湾景观最美的自行车道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路廊 所以都必须甩到我们金融河畔来进行相关自行车道的一个串街 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散过避开私人土地的一个高架段 那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接进来之后呢 它过去就是新北 那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沿着整个的一个我们的新龙路 然后到暖江桥 到了这个我们的过港地区之后 到最后的端点就是要衔接到这个巴督了 那因为它的高差也很大 不过也因为高差很大 它的地质环境还有景观是最优美的 所以未来这个地方呢也一定会变成是金融市过港暖暖地区 衔接到我们新北市的瑞芳 我相信这个地方以后会是一个很夯的自行车的一个廊道 协助向中央争取预算的立法人蔡世宁则表示 拥有丰富自然景观的软软自行车道 将和双北段串联 完工后民众可骑着自行车沿基隆河畔 从瑞芳软软七度经细子一路骑到士林 在这里又做一个回旋车道的方式 把它串联起来 中间又避开私有地 避免解决私有地地主的问题 所以等等的加起来 让整个我们自行车步道 跟未来新北的部分 跟我们基隆端能够串联 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说 我们可以从这个大直沿路一直走到基隆 再到新北 或者从新北走到基隆再到台北 这条路线就可以整个串联起来非常的漂亮 那光这一段的距离就有1.75公里 其实来回走一遍就快4公里 还蛮远的 所以其实别的地方都不要走 光从这一段前后来回走一圈 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健康跟运动休闲 很好的步道或者骑行车的一个步道 暖暖自行车道即将完工 让在地方上争取17年的当地过港里长 陈欣慈相当开心 频频向金融市长牛昌 与立法院蔡世英表示感谢 没有他们的争取就没有这条路 这条路我争取的时候就暖江桥 要改建之前要会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定要装这个闲壁室步道 行人才有安全才有保障 因为我们在新龙街 两条沙士车卡在一起的时候 根本人走路的地方都没有 非常感谢我们的市长跟立委 刚刚帮过港的李云 在行人安全方面非常重视 除了满足车友骑乘的观光油漆需求 人车共享的暖暖自行车道 更解决了地方民众在新龙街的行走安全问题 一举速得 其实这个自行车道不只是让这个 我们爱好车友的这些 自行车的车友可以串接 欣赏我们暖暖自美之外呢 那主要是让我们这个周边 邻近的这些长辈啊 这些老弱妇孺可以行走在这个 这个人车共用的这个车道上面 那也是可以串接我们整个 过港的这个和平公园 以及我们地内的这个防训步道 那一起连接到四小亭 或者四小亭的公园 负责施工的金融市政府公众处方面表示 总经费达1.8亿的暖暖自行车道 原定10月中旬完工 不过因为疫情连续下雨 及刚才上涨等因素影响进度 目前将采多个工作面推进 希望在确保工程品质的前提下 能在年底前完工 让国人享受舒适安全的河岸清水空间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支持明镜与ищ战 Puεις